说实话对于吴红梅的离婚,不仅苏小感到惊讶,相信很多观众也是错愕不已。 虽然吴红梅一直跟赵贤坤没来眼去的,但任何事情都需要有一个过程,吴红梅这个婚离的也未免太过于突如其来了。 当看到这一段的时候,个人第一时间想到了一个问题,吴红梅这么做到底算不算渣女? 在个人的认知中,拜金女是有别于渣女的。 如果一个女生自始至终的择偶标准都是嫁个有钱人,实际上并没有什么错,毕竟这是一件相对比较私人的事情。 至于渣女,原本是一心想嫁高富帅,奈何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? 要知道高富帅可是稀有资源,不是想找就能找到的,无奈之下只好退而求其次了。 不过渣女可不会就此安安稳稳的过日子,一有机会还是会扑向高富帅的。 得手后便直接抛弃了之前的退而求其次,因此以个人的认知,吴红梅与渣女之间只差一步之遥了。 在没有跟赵贤坤确定关系之前,吴红梅就选择与张小北离婚了。 这样看起来貌似不算渣,实则吴红梅早已对赵贤坤动情了,严格意义上属于精神出轨。 正因为精神出轨,继而才为离婚埋下了伏笔,两者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。 可能有人会说了,张小北也有责任,像扣梅尔,沉迷于游戏等等。 说到扣梅尔,想起了孙力主演的另一部电视剧《安家》,在上海一套50多平的二手房子居然能卖到300多万。 可以想象一下,张小北,吴红梅两个外地人,不省吃俭用的话是根本买不起房子的。 加上张小北提到的婚礼,生孩子,养孩子之类的开销,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经济压力。 这种情况下张小北的扣梅尔也是迫不得已。 至于沉迷于游戏,这里一定要注意,张小北并不是玩物丧志。 张小北是有正经工作的,玩游戏是工作之余的娱乐,这就是跟追剧是一个道理。 何况张小北的家务也没少做,甚至会给吴红梅洗脚,平信而论也算是个好男人了。 不禁想起了三十而以重的陈宇。 当钟晓芹决定与其离婚时,网上痛斥陈宇是渣男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。 但随着剧情的推进,猛然间发现陈宇其实是一个好男人,婚姻的破裂并非其一个人的过错。 当然了,陈宇、张小北身上都有着各种各样的不足,毕竟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玩人的。 男生如此,女生也是如此,不能这山望着那山高。 尽管这样,相信还是会有很多观众不认可吴红梅史扎女,原因也很简单。 真的不得不出承认,理想之城为了让吴红梅显得不那么扎,进行了大量的前期铺垫。 当苏小被重剑开除,四处求职吴门时,吴红梅始终不遗余力地在帮助苏小。 单凭这一点,就博取了大多数观众的好感,也认可了其是一个好人。 除此之外,还为吴红梅安排了一个类似繁盛美的原生家庭。 父母把吴红梅的钱用来给弟弟买房子了。 在工作方面,吴红梅由于与上司玛利亚的关系不好,也屡遭殉斥。 处处受气的吴红梅,自然会让观众觉着心疼了,继而格外怜惜这个角色。 有了这些提前的洗白,吴红梅就被贴上了一个可怜的好人的标签。 在一些人的认知中,可怜的好人不可能会是扎女,扎女都是彻头彻尾的坏人。 说到这里想起了一句话,好人不会永远做好事,坏人不会永远做坏事。 不可否认在一些影视作品中,为了将反派人物塑造得令人厌恶,会刻意去脸谱化决策。 反派就得时时刻刻都卑鄙,无耻,下流。 从来都是坏事做尽,丧尽天良,简直可以称之为一部犯罪机器。 但在现实生活中,绝大数人都是多样性的,既有善良的一面的,也有自私的时候。 道德上的善与恶是很难界定的。 吴红梅是一个好人,但这并不能证明吴红梅不诈。 例如潜伏中的李牙,毫无疑问是一个大反派,但从某种角度来说并非一个一坏到底的人。 作为一名保密局的特工,李牙绝对趁得上是尽忠职守了。 可尽忠职守的性格并不会成为李牙作为反面人物的障碍。 关于吴红梅渣与不渣的问题,要是再往身里想一想,或许就会豁然开朗了。 吴红梅与张小北离婚之前,曾经因为一件小一千块钱的衣服发生了争吵。 这个细节说明了吴红梅对物质生活的向往。 包括吴红梅临走时与张小北说的话,撑起与张小北的生活一眼就能看到八十岁。 直接一点就是不想一辈子过苦日子。 由此可见,吴红梅会恋上赵显坤不仅是因为发自内心的仰慕,恐怕还有对物质生活的冲击。 最后想说,假设有十个女生处在吴红梅的位置上,恐怕至少有一半人会做出同样的抉择。 因为人总是言以律人宽以待己,今天可能还在痛斥某人的所作所为,或许明天自己也难逃真相定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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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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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